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民营企业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作用 培育 尊重民营企业 民营经济 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方脸 最近啊 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要求扶持民营企业 更是在一天之内连发11条 要求促进民营企业的活力 当然了 也有很多企业家出来响应号召 你比如说马化腾 不过你要说这个会有作用吗 我觉得是看不到任何作用的 首先这11条你要看具体的内容 你就会发现全部讲的是云里物里 不知所云 比如什么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这完全就不知道是在说啥 当然不知所云呢 在中国也是正常的 因为这种官方发言呢 一般就是骗党话 也就是场面话 本身就只是来表示态度的 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但是即使是表示态度 我觉得也没啥用 这个表态呢 应该现在也没有多少人会相信 那么中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民营企业到底和政府是什么样的仇怨呢 才导致中国要这么去打压他们呢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首先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打压民营企业的 其实我们很难找到开端 但是中国自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民营企业的地位就开始逐渐下降了 中央公开打击民营企业 我能找到最早的声明是在2016年 那一年呢 习近平提出了一个叫做理直气壮 做强 做优 做大 国有企业的讲话 算是目前能找到最早的打击民营企业的官方口号了 而这一运动的高潮呢 则是在2020年年底 那一年提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把这一进程呢 推到了高峰 在这一过程中呢 我们能看到非常多的企业家被制裁 这个具体的案例就太多了 比如大家熟知的孙大武和马云 此外还有像安邦的吴小辉 亿万富豪 肖建华等等等等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不是所有的企业家就是纯粹被打压的 更多的时候呢 是掺杂了一些政斗 这个就不具体细聊了 除了这种典型的案例呢 我们从宏观数据上也能发现 这些年中国对于民营企业的打压 从宏观数据上能看到一个明显的转折点 那就是在2015年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这组数据呢 是财新网根据国家统计级公布的数据 做的一个归纳 当你把这组数据看完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 在过去这段时间是多么的可悲 在过去的七年里呢 民营企业在夹缝中求生 一边创造了更大的社会价值 一边屡受打压 在进出口的贡献上 民营企业一直保持着遥遥领先的态势 并且增速一直比较快 到了2020年 民营企业的进出口已经占到了总进出口的47% 而最近这些数据进一步提升 达到了50%以上 而对中国的就业上 贡献也是如此 在2010年的时候 国企还提供了18.79%的就业 但是到了2020年就下滑至10% 而民营企业则在一路飙升 到了2020年 已经为中国提供了超过80%的就业 就连粉红最喜欢说的税收也是如此 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民营企业仅贡献了48%的税收 但是到了2020年 就已经飙升到了60% 而国企则一路下跌 到现在只占到了总数据的24.3% 甚至习近平自己都说 民营企业具有56789的特点 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就业 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你上面这组数据看下来 好像民营企业这些年还行啊 确实这两年民营企业的贡献是挺行的 但是下场就是另一番光景 在2011年 全国国有控股企业 占到全部工业企业利润的27.8% 到了2015年 就直线下降 下降到了17.2% 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可是居然在之后的五年开始回弹 到了2020年 国有企业的利润逆风上涨 达到了23% 而对应的自然是民营企业的占比下降 全部民营企业总利润的比例 相较于2015年 下降了10% 此外 营收数据上也是如此 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数据中 我们能看到国有控股企业 在2015年 下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占比 只有21.8% 但是到了2020年 又出现逆风上涨 已经上涨到了25.8% 接近要回到了2010年的水平 而民营企业则逆风下降 接近5个百分点 有人说了 这些国企承担了社会责任 但是我们能看到 虽然国企的营收占比一直在提高 利润也一直在提高 但是他们的税收却一直在下降 你要真说 这些国企它创造了什么样的社会价值 那就是保证了 类似于烟草公子哥的高质量生活吧 此外国企它不仅社会贡献率在降低 国企的资本回报率也很低 也就是说效率很低 中国国企是什么样子 大家应该都清楚 它享有天时地利人和 拥有很多的政策性保护 但是在2018年的统计中 中国的国企资产营收率仅为21.2 不到民营企业的一半 而资产利润率则是更低 只有民营企业的三分之一 这就意味着同样的一百万 你投给国企创造的营收是民企的一半 而创造的利润只有民营企业的三分之一 按照正常的情况下 国企早该全倒闭完了 那为什么要存在呢 那肯定是因为国家的扶持 这种情况自然严重拉低了整个社会的效率 那么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这些年民营企业为什么会过得这么惨呢 我觉得这首先分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宏观层面 一个是微观层面 我们先说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的问题是 中国这些年虽然进行了高强度的反腐 但是却并未建立良好的法治体系 依法治国依然是一句空话 每次说到反腐就会有人拍手叫好 好像只要抓了贪官 就是正确的 就是好的 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过 反腐它到底是干嘛的 反腐的目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公平 不论是抓贪官 惩治罪犯 它都只是手段而已 为什么官员贪腐会造成社会的不公平 那是因为官员可以通过腐败 越过法律 践踏法律 进行反腐的本质是要求官员遵守法律 可是在现在的中国呢 很显然目前的官员抓了一批又一批 但是这些官员依然不遵守法律 中国依然没有法律可言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呢 那是因为这些官员不遵守法律 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官员收钱了 收钱并非是官员戒约法律的唯一理由 这种呢在现实中比较典型的一个体现 就是地方政府经常在办案的过程中 把民事案件刑事化 以此来保护当地的企业 这里面有一个经典的案例 就是红毛药酒啊 在2018年 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中国神酒红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 他在文中批评红毛药酒是毒药 对心血管功能有伤害 而因为这篇文章 他被内蒙古梁城公安 以谭秦东涉嫌损害商业信誉 商品生育罪 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为由跨省抓捕 你要说这个红毛药酒 真的是靠贿赂当地公安机关人员 才做到这一点的吗 或许可能是 也或许可能不是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即使没有收钱 梁城公安也有很大的动力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红毛药酒 为这个人口不足25万的梁城县 提供了巨大的就业岗位 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 梁城县仅有两家大型企业 一家是带海发电厂 一家就是红毛药酒 这个红毛药酒就是梁城县的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不收钱 也有大量的官员亲属 在其中工作 变相等于拿到这家企业的好处 这个时候梁城政府 怎么可能不保护红毛药酒呢 当然更多的地方保护主义 没有红毛药酒搞得那么大 但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普遍 尤其是北方地区 因此也出现了 投资不过山海关的一个说法 这时候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不是在保护红毛药酒吗 在保护当地企业吗 但是当它越过法律的红线 去保护这家企业的时候 它摧垮的是更多企业家的信心 国外 除了因为这种保护地方企业 而越过法律红线的行为 地方政府呢 还有各种原因 让它越过法律的红线 你比如说比较典型的 就是河北坝州突击罚款事件 在2021年 坝州的财政出现了问题 就没钱发工资了 为了弥补财政的亏空 坝州市政府 就开始对企业进行突击罚款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 罚款额就达到了6400万 平均摊派到每个企业上面 是2万元 后面根据中央的调查显示 这个罚款它和大家想象的 以什么违规经营 消防措施不合格 去进行罚款不同 当时的霸楼政府 甚至连理由都没有编 口径就是要你给我钱 非常直接 毕竟企业家 有时候还是明白人多一些 不像罚我们老百姓的时候 还需要编个理由 他们知道该给政府上贡 很显然 中国在2012年之后 虽然腐败问题有一些好转 但整个法治建设并没有好转 同时伴随着习近平的政治倒退 各个地区的官员权力还被放大了 这进一步挖解了 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基础 当然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 其根本还是在国家层面上 也就是宏观层面上 有人说习近平为什么打击民营企业 是因为他信奉共产主义 是共产主义的信徒 因此在他的价值观里面 民营企业是没有价值的 我觉得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不能说习近平是共产主义的信徒 应该说他是传统皇权制度的信徒 甚至在我看来 不仅习近平是 历代的中国领导人都是 这一点从没有改变 中国自古有一句话叫做市农工商 虽然在当代社会 农工商的顺序可能有所改变 但是市永远站在第一阶层 国家是官僚的国家 这一点在中国一直如此 在中共的视角中 民营企业就是自己的工具 是因为国企的效率太低 才需要民营企业出来带动发展的 他们就不能具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就一直是低贱的商人 这就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是清朝时期的汉人一样 大清用你们汉人 是因为我们八七子弟 实在太废物了 撑不起大梁 才需要你们这些外族人 也就是汉人 帮我们建设大清是一样的 归根到底 民营企业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那既然一直是如此看待的 为啥到现在就变了呢 为啥习近平上台之后 就开始打压民营企业家了呢 就开始不再需要这些外族人了呢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复盘一下 中共对待民营企业家的一个历史 首先是在国共内战时期 那个时候呢 中共还用得上这些企业家 需要这些企业家的支持 因此并没有进行打压 甚至在开国的时候 还假惺惺的搞出了一些其他党派 但是当毛泽东彻底掌握权力之后 就发生了改变 在毛泽东掌握权力之后 就开始对民营企业家进行全方面的打压 在毛泽东在位的时候 基本上中国的民营企业 全部被消灭殆尽 但是很快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的发展陷入了彻底的停滞 很多人老是喜欢说 中国不如台湾 是因为蒋介石带了黄金去台湾 这完全就是瞎扯 中国出席发展不利 主要就是因为实行计划经济 以及对于民营企业家的打压 根据麦迪信计划的估计 在1950年的时候 台湾的PVP是1460美元 而中国是800美元 相差一倍不到 但是到了1979年的时候 台湾的PVP则达到了8000美元 而中国当时仅为1850美元 在这段时间内 台湾翻了接近6倍 而中国仅仅翻了一倍 中台之间的差距也从原来的一倍不到 变成了4倍以上的差距 但是中国政府很快也回过神来了 意识到跟着苏联那种模式混下去 是没有前途的 虽然共产党掌握了权力 但是等于大家一起过苦日子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因此进行了改革开放 民营企业重新出现在中国 而这种改革开放的态势呢 一直持续到习近平上台 那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一情况出现了改变呢 这主要是因为民营企业家的发展 已经到了中共所能容忍的上限了 其实在改革开放过后的一段时间内呢 虽然民营企业也在发展 但是其规模终究是有限的 而因为规模有限 它带来的权力也就有限 这根本动摇不了中央的统治地位 但是伴随着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共已经快有点控制不住了 这种典型代表就是蚂蚁金服 滴滴腾讯为首的一些互联网企业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典型代表 就是恒大 恒大在过去几年迅速发展 同时欠下了巨大的债务 已经形成了一种伟大不掉的状态 目前恒大拥有2.4万亿元债务 这些债务水平已经达到了 新西兰国家债务总和的4倍 这些呢都对中共的统治产生了压力 这些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也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 对于中共来说有失控的风险 这个如果还是用大清的情况来解释的话 就是大清执行了一段时间扶植汉人的操作 同时提高了朝廷的效率 但是这也导致汉人的权力逐渐变大 中央开始担心再放任发展下去 出现类似于李鸿章 袁世凯之流的人物 所以其实胡温时期 为什么没有对这些私企重拳出击呢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他们确实在跟这些私企合作 让这些私企成为自己的白手套 而另一方面原因 也是因为这些私企呢 当时他们的能力有限 并没有可以达到 威胁官僚集团的一个程度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说 中国想要富强 就一定要实现民主呢 因为你会发现在当下的中国 如果想要民营企业重新具有信心 重新发展起来 都只有民主化才能做到 或者说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做到 比如如果你想在地方层面 建立完善的法治基础 就必须要保证法大于官 法律的权威必须神圣不可侵犯 但是在中国目前是不可能的 这个具体的原因 我在之前的一期节目里讲过 但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模式 是压力性政治 上级把目标传达到基层 是需要进行层层摊派的 是要传达压力的 比如新冠的时候 中央把清零的目标 拆分给省级政府 省级政府再拆分给市级政府 然后再经过层层的拆分 最后拆分到你门口的保安头上 想要保证这一套的运转 就必须保证 官员要依靠上级命令行事 而不是依靠法律 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中国真的依法办事 那么中央的新冠清零政策 到省级就卡住了 这时候对应的官员会和你说 你这个违反宪法 不符合宪法要求 这时候呢 中共就没有办法再号令官员了 甚至呢 习近平可能连出门都出门不了 因为他一出门就封锁这封锁那 你这又符合宪法吗 肯定也不符合 那地方官员如果不遵守你的命令 你又怎么出门呢 所以在当前的中国 是一定不可能做到法大的 而习近平为了保证 自己对全国的掌控力 还需要进一步缩减法律的权力 扩大各级官员的权力 因为扩大这些官员的权力 其实就等于在扩大自己的权力 在提高自己的掌控力 此外 在中央层面也是如此 习近平一直提倡 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只要还坚持这一逻辑 中国的民营企业 就不可能发展起了 其实有时候 你别看任正非 还有像比亚迪那样的车企 天天现在打着爱国牌 就能在未来躲过一劫 中国如果真的出现了 芯片行业的突破 或者说电动车 真的能霸占全球市场 成为中国的支柱行业 那么这些企业老板 到时候都躲不过中共的制裁 中共只是现在需要你 并不代表着你做大做强之后 仍然需要你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就假设任正非 真的开发出了 和美国同等水平的芯片 那么任正非将变成啥样 那将成为大家口中的 什么任老任爸爸 就和之前马云马爸爸一样 甚至他获得的社会威望 会远超于马云 这就等于凭空出现了一个全程 这显然是皇帝不能接受的 功高震主的下场只有一个 那就是灭亡 而如果不能接受功高震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实就已经到头了 这点我们做个假设 大家能比较好的理解 中国现在的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是需要迈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而想要成为发达国家 要不然就是有资源 要不然就要实现产业升级 而资源呢 显然中国没有 而要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呢 那就是这个国家要有非常多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企业 比如像现在的韩国三星 美国谷歌和美国苹果 并且按照中国的体量 要有三倍于美国的企业 25倍于韩国的企业 但这些企业在发展的同时 也会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这个比较熟知的就是我们上面说的三星 这是中共能接受的吗 显然不是 这会对中共的政治安全产生重大的打击 习近平现在连一个马云都扔不下 更何况是几十个上百个马云 所以其实中国现在发展之所以停滞 遇到的根本矛盾就不是什么美中矛盾 而是新兴的资本家群体 人民和老一辈权贵之间的矛盾 习近平之前大谈国企的职责 要求扩大国企的能力 其实就是希望中共的八级子弟能征典器 主动带动经济发展 把实现科技创新的机会留给自己人 但是很显然要是国企能做到这点 世界上早没有私企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不会苦成这个样子 国企明显是一个效率更低下的经营模式 是一种该注定被淘汰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要说 现在中共是在引蛇出动 其实也并不是 中共现在的行为 更像是打压汉人之后 有点后悔的大清皇帝 他现在希望把汉城重新捞起来 再帮自己做事情 但是这终究是没有用的 因为就算现在扶持你 真的到你坐墙的时候 又会开始羡慕杀侣 其实中国发展到今天 未必不能重新刺激经济活力 但是这个在中共的统治下 基本上就是不可能的 当前的中共是不能做到 我上面说的那些点 不论是完善法治 还是要求中央放权 这些都是在要中共的老命 就是在剥夺权贵的权利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现在中共出台任何扶持企业家的政策 都是假的 回到开头 中国一说要刺激民营经济 我们就看到马化腾出来表态了 而这个表态中 我们看到的全是跪舔之色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好起来 不是中央出台一个规定 说扶持民营企业 而这些企业家就出来歌功颂德的时候 而是当中国政府再出台一个政策 说要扶持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家会站出来说 你这是什么狗屁政策 你的政策根本就不管用 你的政策根本就不行的时候 当这些企业家能任意的批评政府 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 这样民营企业才会有自己的希望 中国的经济也才会有自己的希望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伦多方脸 希望你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再见